细语练习 摘自687节细语导读 上图中 一个女性的一生其实是一个宿命的过程 成长 恋爱 受孕 生子 抚养 老去 逝去 但自由意识让你可以选择谁成为孩子的父亲 谁陪伴你走完余生 这样的选择又导致了日常生活中的不同滋味与感受 古语云 东石西塑 很显然势难两全 在取舍间 白玫瑰的静雅与红玫瑰的娇艳 顾家的爱唠叨与忙事业的情感疏离各有滋味 如果当年的初恋走到了今天 如果那天的矜持改成坦率的面对 如果不为那小事闹脾气 而是更在意它多一些呢 每一个如果其实都有一个你 真的那样去经历了 那到底哪个版本的我过得更幸福呢 哪个我以为的与所事的拥有巨大差异呢 这些疑惑或许你永远也无法知道 或许答案就隐藏在系统的后台程序中 而你是有缘有权调阅的 业力三元素 不平 不甘 如果 当你真的亏见了错过的幸福 而你又不能跳出离开这即使中的高铁 你会更有智慧还是更纠结懊悔呢 动见带来更多的觉知 但你是否有足够的智慧 去应对更广袤的实相体系呢 每个人在成长中都伤害过或被伤害过 对方或自己的利益与感情 哪件事让你多年后最惦念而不能释怀呢 那个当年的他早已没有了音讯 我今日的道歉或选择谅解的释怀 他能感知到吗 请面对烛火 闭上眼睛 在眼皮的昏暗中凝视着光的摇曳 请回想那记忆犹新的日子 那天情绪的起伏 思绪的澎湃 天气的冷热 光影的明暗 一个人呆呆地在那里 往事历历在目 一一浮现 从相识到熟络 从客套到依威 从难舍难离到彼此争执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最后一次争吵 或许今天的我有不同的智慧与情商 走出不同的轨迹 或许已经太晚 让自己回到分歧开始的时间点上 那时的自己所在意的 与那时他所能达成的 真的无法弥合吗 如果当初的我是今日的我 当初的他有了别样言行 生活的轨迹肯定会改写 时光顺息 我们一起走到了今日 我和他 我们住在哪里 我们的孩子几岁了 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们也会在琐事上争执吧 我们各自会做什么工作呢 他会遭遇其他的感情吗 我们能一起扛过各种生活的挑战吗 当年的任性与青涩 也会逐步退去吧 或许呢 坚持会带来更幸福的人生 或许一切也还是这个样子 只是枕边打憨的人 换了一副面具 身材也早该走样了吧 其实 谁陪伴着我走过我的人生 有多少差距吗 我的性格 我的脾气 我当年的青涩与任性 经营婚姻与职业的能力 能改变多少呢 枕边人的名字与皮囊 对我的人生 又有多少的改变呢 能看到这文字的时候 能思考这些问题的你 或许已经就是最幸运 最幸福的一种可能性了 我们习惯于思考如果 在品尝着不甘的时候 其实心怀不甘的人 没有一个有可能 把自己的感情经营好的 不管跟谁都会有遗憾 不是吗 如果你能理解到这一点 而安然地 全情地去爱自己 与自己的枕边人 你就已经是所有版本可能性中 那个最幸福的佼佼者了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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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